有很多人 不过你放心 你一定是人群中 最漂亮的那个 那个谁来了吗 你别担心 就算阿姨不过来 我们牵着你进场 我是说小蕾 她怎么这样啊 说好了一辈子做闺蜜的 不就吵了个架吗 至于那么生气吗 我跟你们说啊 她要是今天不来 我绝对不原谅她 谁说都没有用 你别生气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啊 对啊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是我最重要的一天 我要你们三个都陪着我 缺一个都不行 她要是真敢不来 我就生气 我期待一辈子 你还是这么霸道 我就霸道了 来了就不许走了 谁说我要走了 周磊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再不来了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怎么可能不来啊 你看看你 你看我周磊都瘦了 这小蕾 真美 你今天一定是 最漂亮的新娘子 对啊 你看她把自己打扮得 那么漂亮 我们几个弄得跟压魂似的 刚才说呢 让我去说笑话 好了 别哭了 再哭妆都花了 是不是啊 我 之前交过几个女朋友 两个 家很爽两个 上个怎么回事 上一个是我学校的学妹 我们俩在一起 就交往了两个月 中间还隔着一个暑假 没有见面 为什么分手 她喜欢上我们学校的 篮球的队场 然后就 还有联系吗 不联系 绝对不联系 那以后也不能再联系 哎 我保证 之前你喜欢过的女孩子 都不能联系 行 没问题 向南呢 啊 啊什么呀 你还想瞒着我呀 我跟向南之间 什么都没有 她是韩爽的好闺蜜 也是我的同事 就这样 真是的 明知道向南和我女儿是好朋友 还要弄这些不清不楚的事情 那我那个时候也没认识韩爽 我要是早认识 肯定就没这事了 打算什么时候继承你们家的美容院 这 我没想继承 不瞒您说 我从小到大的理想 就是做一名医生 但绝对不是整形医生 就那么点工资 能养活了我女儿 您放心 我一定尽全力满足她 而且 韩爽特别不喜欢听见这句话 这话算你说对了 我女儿可不像那些 爱虚荣爱漂亮 一心想靠男人生活的女孩子 不过 你也得配得上她呀 如果你不继承家业 我看这婚你也不要结了 我现在就领女儿回去 阿姨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您不能 那我们俩已经领证了 我们是合法夫妻了 这领了证也能理吧 我不理 是 我就是说了 我女儿怎么喜欢上你的了 就你这傻乎乎的劲儿 还真的挺招人喜欢的啊 那阿姨您的意思是 好了好了 应该改口了 别叫阿姨了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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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